法朗工藝 法朗工藝不是中國傳統發展 是十七世紀的晚期和清代康熙年家 從四方傳入中國 法朗其實是一種很接近玻璃的一種物料 如果法朗物料 它做得很油,好像是墳墓 用法朗料用筆像畫畫 可以畫在金屬上 也可以畫在陶瓷上 也可以畫在玻璃上 畫完畫後,入爐加熱 燒完後,法朗就黏在材料表面 這次廣東金屬推畫佛朗的展覽 我們叫它總商儀 來自蘇東坡的一句詩 總商儀就是 因為廣東不單單為了宮田製造佛朗 都會外銷到歐洲不同的國家 所以對於不同地方的人來說 都是適用的 所以是總商儀 這件蓋碗應該是我們這次展覽 《獵面廣法郎》早期的一件很重要的作品 那個墓丹的畫法其實是西洋的畫法 《獵面廣法郎》全部是用了西洋題材 又畫的是西洋的宗教故事 或者西洋的神話故事 其實你看到那個器物的造型都不同 廣東從康熙時期開始 就吸收了西洋的藝術因素 其實一直到晚期 其實一直都有這種交流系列面 我們都跟LOOP合作 做了一個當代的法郎藝術設計的展覽 你就看到其實他的面目和清代的廣法郎很不同 我們LOOP這次的當代法郎展 我們有11位設計師和工藝師參加 其中會有傳統的法郎 和當代的法郎 就好像我們的題目一樣 總商儀 東方西方傳統和當代都有他們的尾 傳統法郎就有兩大部分 一類我們叫做學師法郎 俗稱叫做景泰蘭 一個就是畫法郎 兩種法郎的技藝結合 所以它叫做中彩法郎 我們中彩法郎是 七十年代美俗出來的 這個作品我又計到一點 要成一年才能做 我覺得新的法郎工藝 它比較著重在觀念 或是它在技法執行的創新裡面 單花式有那一件 那一件是我自己覺得滿滿意的作品 作品上面想要追求的就是 怎麼去拿捏就是非常寫實 跟有一點寫意的差異 那兩件作品叫庭園 偏青銀與鱗魚的結合 加上營火床和鱗魚 就創造了這個庭園作品 透過光射到翅膀 會射到一個星空出來的 發郎有一種好處就是 它的顏色很多 而我們的高溫發郎 就可以做到一個全食 全食的意思就是可以代代相傳 它的顏色不會變 LOOP其實是一種珠寶集團 下面一個枯化器 專門協助於香港的 年輕設計師 珠寶工藝師 我們每一期都有些設計師 很嚮往法羅的技術和藝術 我們也是想通過珠寶秀式 由一些年輕的珠寶設計師 把它應用在光代的珠寶秀式裏面 藉此就將這個發郎工藝 一路全成下去 能夠到後 為難消化器 發盡 一路全成 creo 一路全成功 各自身